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转告的一用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台糖的猪肉 日前遭到台中市政府指控说 含有瘦肉精西布特罗 这个西布特罗根本就买不到 而且非常贵 五十毫克要两万八千块 你想五十毫克两万八千块 养那一头猪 你看那一头猪要多少钱 所以一斤猪肉要多少钱 一斤猪肉变好几百块 所以不可能用这一种受肉精 结果竟然台中市政府 验了二十几次 其中有六次有的时候 他把它公布了 到底这怎么一回事 所以台糖非常的不服气 非常生气申请赴验 卫福部食药署 台中的食安处 还有专家学者都一起参与 这件事情 预计明天赴冤的结果会出炉 正义能不能因此就告一段落 大家都在问 这里面有没有政治操作 大家也在问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过年 过年我们家家夫妇 哪一家没有猪肉 香肠等等 结果这个时候来这一套 会不会引起整个的恐慌 照理讲有没有瘦肉精 这是一个科学 厘经真相就很简单 就是科学 那为什么会变成捕风捉影呢 到底谁在制造恐慌 所以养猪协会 很多的猪龙 生气 说台中市政府 你打击他们猪龙 在这个时候 食药署也忧心 如果没有赶快复验 来公告的话 那是不是会让整个社会 更加恐慌 所以更加要谨慎 不过台中市的市长 卢秀燕 今天竟然讲说 哎呀到底是厂商重要 还是人民重要 所以有网友就说 不要用这个来恐吓 动不动就说什么 健康重要 问题是 根本就不是健康问题 因为不可能有这种药 既然不是健康问题 你把不是问题的人民健康 拿来放在上面的时候 人家讲说 这不是政治操作 难道什么才叫政治操作 所以政治人物 把这件事情 是不是抹上了颜色 现在网友都在讨论 所以我们也要讨论一下 让大家来了解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西布特罗 买都买不到 怎么来的呢 另外我们看到了 立法院国民党党团磨刀霍火 干什么 他们说国会改革 国会改革竟然说 要恢复 国会特征组 恢复的特征组不要紧 还有一个国会特征组 三权分立 书读到哪里去了 总理 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 你们把他抛弃了吗 想要恢复 所谓的一权 专制一权独享的吗 这到底有没有宪法 还有法律的观念呢 让所有的法律学者都摇头 不过有一些法律人 也许变成政治人以后 把法律给忘记了 这些不分区 有人说一个不分区的立委 你本来就是一个法律人 什么突然间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竟然去赞成国会要有特征组 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台北市 十一员简苏培 苏培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台湾医事法律学位执行长 罗敬轩 罗医事 永哥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的立法员陈冠廷 冠廷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自身媒体员邱明裕 明裕 永哥好 大家好 我们的台北市议员 张伟员 委员 郭文庚好 大家好 我们的政治评论员 余美美 美美 永哥好 大家好 美美有点感冒 当然没有确诊 所以她戴着口罩 还是一样美丽 大家放心 轻松一下 谢谢你日行一下 不过有关瘦肉精的问题 我们真的要来关心 西部特罗 怎么会验出这个东西呢 就好像说 台湾不会有月球的石头 结果你验出一个说 月球的石头 都在台湾 这怎么来的呢 所以大家想一下 怎么一回事 看看相关报道 台中市验台糖梅花猪肉片 还罕见瘦肉精 西部特罗 但行政院实验员 公布送验的45件样本 都没验到 让案件陷入罗生门 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是 应该以科学的证据 来论述 我希望各界呢 不要多做预测 然后捕风捉影 反而造成民众的恐慌 包括其他县市 多达66件 没发现 陈建仁强调 科学说话 就怕民众恐慌 王毕胜也在脸书 点出此事件五大荒谬 并强调 第一时间就提醒台中市府 要谨慎处理 不要急着公布 毕竟西部特罗 极为罕见 检验值接近极限值 浓度极低 也没有证实 是不是系统性问题 这一种食安的事件 那一公布出去的话 一定会造成民众的恐慌 这一定会 尤其是这一个 这个食品本身的话 是我们经常在食用的 风险 没有那么急迫的话 那可能就要小心一点 这case by case 要去做判断 事件已经影响到猪农生计 绿伟洪生汉直接点名 要台中市府扛起责任 科学的问题 不是用政治语言就可以糊弄的 如果台中市政府 真的是因为自己 实验室操作的流程的疏失 希望台中市政府 有那个勇气 跟大家来道歉 年前出现瘦肉精风波 让大家对买猪肉 心存疑虑 食药署只能加紧赶工赴宴 希望以最快速度 给民众一个答案 我们看一下台中市政府 申请赴宴 薛瑞云说 卫无部会派人看操作流程 是否与SOP一致 全程入营 谁叫全程入营 台中市政府 猪肉精的罗生门 大家知道 用一个猪肉精 你可能会陷入困境 因为猪肉精有太多种的 瘦肉精有太多种的 但是这次验出来的这一种 叫做西布特罗 根本就买不到 因为没有药厂在生产 只有实验是有一些 在做标准品的检验用的 所以怎么会有呢 那现在我们看看 食药署派人参与要全程入营 最快明天检验结果会出炉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的时候 大家再来看 以云重重台中检出罕见的瘦肉精 王必胜深夜点出五大荒谬 这五大荒谬是什么呢 第一目前就台中市政府食安处那一包热 有验出 这时是否该赶快检视实验室事件的可能性 实验室事件那就是操作 SOP出问题的意思 好 再看0.001PBM到0.018PBM的各种结果 他验了六种六种结果 差距竟然这么大 所以呢 已显示出实验室的不稳定性 差距七八倍以上 而且竟选出部分数值来公布 更是令人错愕 他验了二十二次 竟然选出六次来公布 那另外那十六次呢 另外那十六次呢 会不会没有验出来 结果你选有六次的 而且六次的差距七八倍 这样子也可以公布吗 所以第三个 希布特罗价格昂贵 若说拿来参入飼料养猪 完全不符合成本效益 可能性极低极低 因为根本买不到又那么贵 昨天有来宾说 五十毫克 要两万八千块 五十毫克哦 听好哦 不是功课哦 五十毫克两万八千块 请问一只猪 如果吃个五十毫克 那一只猪 单单那一次的成本就两八八千块 那只低到二万八 所以大家讲可能性极低 再来台糖公司已经从事养猪事业七十年 完全没有机动违法去使用瘦肉精来自杂招牌 目前进口猪肉仍然是进行百分之百逐批检验 皆为验出任何瘦肉精含西布特罗 所以台糖猪肉混进口肉更是无稽之胆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在这里学者说检验可能有瑕疵出了问题了 所以明宇怎么来看这个事件 我先讲因为台湾人因为宗教的关系 所以大部分人都喜欢吃猪肉跟鸡肉 那所以根据统计台湾人平均一个人一年可以吃三十五公斤的猪肉 你就知道猪肉对台湾人的重要性 尤其现在年关将近 很多像我这个上次场会都为采买猪肉 那先讲了事实上刚刚用狗讲的王必胜提出的这个五大荒谬 在台中市政府要公布这些数据之前 事实上他有先跟卫福部讲 那当时王必胜就有好心的去跟这个台中市政府讲了 就说你这个数据 其实刚刚用狗讲说那个数据 他二十二次嘛 做了二十二次 他自己说是做了二十二次嘛 他其实不是差了七八倍 他是从零点零零一ppm到零点零一八ppm 是差了十几倍 哎呦不是七八倍 我还讲少了 对是差了十几倍 所以当时王必胜看到这个数据 那另外为什么他只公布六次 另外十六次为什么不公布 没有错 所以当时王必胜看到这个数据 就有好心的去提醒了台中市政府 就认为说你的这个科学数据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要不要再复验 等到复验的结果出来 你再负责任的告诉社会大众 结果台中市政府 他就是刚用我讲的理由 就说哎呀 因为这个全民的食安问题很重要 所以他就赶快出手 好 那我就认为说 今天他用了一个这种 像是勤勒的 就是讲说 那到底是厂商重要呢 还是全民的食安重要呢 我觉得不能这样讲 因为事实上今天 你看其实退一万步讲 今天你好在你讲的是台糖 台糖是国营 那你说你还有算 算是全民纳税人的钱 可是你要讲 你今天如果你针对是 那种中小型企业 是一个民营的厂商 早就倒了好不好 他的信誉 他破产 求偿无门 你这个如果 萬一就是说明天检验 结果出来 他他是无辜的 你说这家公司是不是会倒呢 所以现在猪龙要对台中市政府 要提出国家赔偿 对 我跟你講提出国家赔偿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比如说民进党的委员 或者说民进党 这边有人在主张 连今天云林的这个张立善 他也出来帮那个租农报不平 因为云林嘛 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农业大县 很多的这个养租户 所以包括连国民党执政的张立善 今天都来帮租农报不平 他认为说要还给这些租农 一个公道 因为现在年关将近 所以我认为说 你今天为了要这件事情 你就赶快的这个匆忙的公布 所以我认为了 现在这个食药署也派人去了 这个一定要在过年之前还假公道 最后我要讲的是对我觉得勇哥 勇哥今天讲的一直在强调说 这个希伯特罗是全球的禁药 所以基本上一个他很贵 一个他是剧毒 对人体有危害 你从神经呼吸道 心跳心计 这个对人体都有严重的危害 所以是买不到的 那买不到状况之下 你要怎么验出来 而且台糖他的董事长 很负责任的出来告诉大家 他们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他从饲料血液毛发 他都全部彻底的查一遍了 没有就是没有 所以这件事情 我最后比喻一个 我觉得这个温朗东讲的很有道理 他讲是说今天希伯特罗 刚刚勇哥讲那个价格很贵 那很贵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试想 如果说今天有一家店 他那个手摇饮 他想要就是试图 就是吸引人家来喝 他就放了那种不该放的药 可是那个药 大家知道就是比较贵 什么毒品什么的 那种可能要十几万这样子 结果你为了一杯手摇饮 你可能要吸引人家来喝 你去放那种不该放的东西 就一杯成本 这个他的一杯卖 卖五十几块 结果你放那个药可能要 那种药要两万两三万 他不合嘛 所以你用这种比喻来想 你就知道说 这个逻辑 其实是很荒谬的啦 所以说身体健康重要 还是厂商的利益重要 这种比喻叫不伦不类 我举个例子 你有沒有病 还没有确定 还没有确定 还要在复验 还要在MRI 来检查等等的时候 有个医生 如果跟你讲健康重要 还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重要 所以赶快开刀 立即开刀 拜托你还没减免家 你就叫人家开刀 这个叫做什么什么重要 叫做身体健康重要 所以赶快开刀 不必检验 开刀才说 那不是这样 罗医师 这有个荒谬 用这种情绪勒索 说什么 厂商利益重要 还是什么人民的健康重要 这是完全的情绪勒索 而且比喻的比喻失当 不轮不累 我觉得这当然是一种 情绪的勒索 那我也觉得说 台中市政府不要自我矮化 自我成为弱智的政府 政府的功能是什么 除了要保障人民的健康之外 是不是要维系社会的稳定 是不是要稳定 社会的一个经济 交流的一个正常状况 快要过年了 你在这个时候 急急忙忙放这个讯息 要做什么 我们要讲的是 态度问题 你是不是健略心系 这让我想到 一两年前的一个事件 当时疫情还在发生 正在严重 那个落选总统的那个 我们说的新北市长 侯友宇突然有一天 变得很强硬 开始炮轰中央 说你们都没有做好事情 你看一片乱 那我推这个视讯确诊 就给要多快 那时候我们说 你地方的那个大型筛检站 很多事情都没有处理好 他都出来大声大声的嚷嚷 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事情 请问我们的妈妈市长 你有没有政治的动机 你在这个时候 怎么会一感你过去温和的做法 开始咆哮 开始大骂 我们知道民众健康当然重要 但是国家有没有在保障 有没有在维护 这件事情我给我们的卫福部 给食药署一个高度的肯定 对 我们的内阁就是要战斗内阁 就是要第一时间破除这些假讯息 这些被人为操纵的政治讯息 各位 刚刚有这一张 我们说台中市府 在这个事件上的五大疑点 五点 刚刚我们的主持人都有提到 第一个 没有错 西部特罗是会造成健康的危害 可是放眼世界 没有人从任何的食物中检验出来 为什么 因为它其实只是作为检验的标准品 它非常昂贵 它用在任何的我们说的肉制品上面 去饲养动物 是没有经济效益的 第二个 当台中市政府发现说 你的这个肉品里面 有这个禁药的时候 你能那么要去思考说 国际的文献有报道过吗 我们说 读物的管理是什么 第一个 要风险评估 第二个 要风险控管 第三个最重要是社会沟通 你完全没有掌握 社会沟通该有的做法 你发现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事情 你马上就间接信息把它公布出来 然后呢 要闹到全国人民都很担心 开始质问现在中央政府 我们要讲的是 现在 卫福部已经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数据告训说 检验出来全部都是零检出啊 你难道不能够谦卑一点说 我来看看我的实验室 是不是操作出了问题 是不是我们说的实验室的事件 是你的SOP出问题 那我们要退一万步说 大学才刚结束 我们都清楚 人民需要一个稳定 一个好的生活 在这个时候 我们担心的是 未来的这几年 会不会在国会多数的一个影响之下 很多我们说的 兰与所执政的政府 也开始出现这些 伤害政府信用 影响政府跟人民情感的一个分化事件 台湾是一个进步的社会 再看看这些疑点 想想看 我们有这么好的实验室的一个标准流程 我们对毒的管理这么严格 为什么这件事情不能够查证清楚 不能够第一时间跟台湾说 我们要复验好不好 把事情查到水落石出 再来公布有问题吗 大家讲说 这个西部特罗毒性很强 我跟大家讲 专家告诉我们说 有一种毒物叫做克伦特罗 它比西部特罗更毒 在同样的计量之下 它不会造成明显的健康危害 意思就是说 即便你0.002ppm 也不会造成我们说的 神经的危害 心悸 或是心跳加快 等等临床症状 退一万步说 台中事务在这件事情上 做得太快也太急 必须给人民个公道 所以看到了里面 现在很多网友在质疑 这里面是不是间列欣喜 间列欣喜 然后呢 进行了政治操作 所以这个时候 背酸急公布瘦肉精的检验 卢秀苑竟然说 人民健康还是产生的利益重要 你都还没有检验出来 都没有确定 就好像生了一个病 你都没有检验 MRI也没有检验 只不过亲仔 你把眼睛看光说 你要开刀 你要开刀 然后呢 那个病人说 检验出来再决定吧 你是身体重要还是审前重要 这个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怎么会这样子讲呢 有给我补充一些事情 实际上在临床上 如果今天我们看到一个MRI或CT的片子 发现说好像病情严重 长了很多tumor 我们还回去看说 这到底跟这个病的临床有没有一样 然后再想说 是不是有写错名字 还是检验错误 还是解读错误 还是我们的操作出问题 我们不会因为这张影片 就马上去给他开刀 或做下一步的诊断 所以临床症状很重要 你看到西部特罗 难道不会觉得说 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个毒物 这是有问题的检查吗 嗯 所以啊 罗医师讲得非常好 你都没有把其他的再看一看吗 动不动就说 哎呀你的健康重要还是省钱重要 哎呀不要省钱啊 赶快开刀 拜托你都还没有检验出来 这样子的讲法 卢秀燕 你会不会觉得太离谱了 难道不能讲说 哎呀我们再检验 再来确定一次吗 所以在这个时候 批中市府 甲实安之明 行政治斗争 养朱协会说要串年朱龙来求偿 所以包括云林 包括嘉义 要求台中市政府 食安处配合复验 还序幕业者 清白与公道 哎这实际上有得理解 这里面 冠廷 你对养朱是相当内行的 咱们来看这个事件 这不应该是政治事件 那所有的检测实验 都必须要遭公信 那这一次台中市政府的检测的方式也好 或者是检测的结果 跟SGS食药署 还有各县市政府是不同的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们不会去揣测 还有什么样背后的情绪 这不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要确保说 是不是验的东西是正确的 那目前接到的情资 介绍的讯息超过60多件 全部都是零检出的状况之下 那我们当然就会开始 那有没有可能回推到是不是实验室 出现的问题 所以每一个东西 我们都不去猜他的动机 而是就实验的结果 来去给民众最重要的讯息 是盧秀院师在猜动机 盧秀院师说 你是人民健康重要 还是厂商利益重要 他已经把厂商利益 把厂商为了利益 可能用先把厂商给污名化了 这句话是等于在污名化厂商 这是错误的问题 就是这不是二分法 这个问题现在就回到说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情势发生 那很清楚的 包含施钥署 包含SGS 包含各县市政府 都没有验出来的时候 这样的问题是错误的问题 现在问题是要说 如果明后天 我们检验的结果 还是一样是零检出的话 那要怎么样回应 那就变成是台中市政府 必须要很负责任的 要跟所有的民众报告 那有可能是他们 因为现在养猪协会已经要串联猪笼要求偿 所以台中市政府已经面对国家赔偿了 当然是这样子 而且其实这不仅是 因为你说台中 你说园林 你说家 你说各县市政府 那难道这些猪笼 也不是人民吗 同样的嘛 他们也是要背负着这么多的利害关系 怎么可以针对一件事情 用二分法的方式去撕裂呢 所以这是错误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应该就这个错误的问题 去回应他们 因为这样只会把这样子的风险在无端的扩大 那罗医师讲得非常好 风险评估跟社会沟通 是每一个政治人物必须要负起的责任 所以在还没有确切的知道 最后结果之前 就先用二分法的方式 这是错误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全国民众知道说 这一次 包含刚才这个部长讲的 都是正确的 我们不可以听到马提森 就说那是斑马 不是 这是我想很多医学系的 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就很清楚的 你要根据最普遍的事件 不符合经济成本的事情 这就没有符合动机 你没有动机去添加这样的东西 再来就是跟其他的案件 比较前就是其他地方验出来 都是零检出嘛 所以既没有动机 跟其他的实验结果又不同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合理的去怀疑 是不是在一个 那个实验室里面 他们的取材有问题 所以我们看到了其实会使用瘦肉精 都是为了利益 要赚钱 可是西部特罗那么贵 50毫克两万八千块 用这个 那是猪要卖多少钱 所以显然不符合经济效益 没有动机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 有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就是说检验了几十次 后来复验了几十次 通通是零检出 那第二个西部特罗根本都买不到 也没有 怎么会检出这个 所以大家在问这个的时候 还有检验了二十几次 为什么只挑六次出来公布 剩下的十六次 为什么台中市政府不公布 就挑那六次 而这六次刚刚 明玉讲的相差十八倍 结果相差十八倍 所以明玉这太理解了吧 第一个 这王毕胜也有讲 你完全没有依照 这个你选择性的公布 这个让他非常的吃惊 你有依照SOP吗 那第二个 我觉得卢秀苑卢市长 你也不知道那边真的是 情绪绑架我们大家 这个用制造公众恐慌 说这个如果不公布 万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很简单 这个台中市卫生局 难道没有发现吗 我们当然只要讲一点就好了 为什么可以从0.001pm 到0.018 差了十八倍 你这个操作有没有问题 他二十几次有多少次 结果都是不一样的 可见的到底是 是不是很有可能是 你的这个操作的方法不对 又或者说是你的实验 东西受污染或怎么样子 无论如何食药署已经告诉你的 他非常接近零戒指 然后呢这个呢你基本上呢 应该要再复验 或者找多方面大家 再来共同检验 这是比较合乎比较严谨的 尤其现在已经要报过年了 过年都要吃豬肉的啦 我坏事说啦 今天如果不是台糖 你今天是小养主婦 这一波都你都要破散了 你们知道吗 这不是说厂商利益重要 还是人民健康重要 而是你的实验室操作 实验室自己人员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人员 自己都应该知道嘛 我二十几次 里面我有十几次 结果都不一样 海铁数值差到十八倍 啃起来这有问题 而且用过刚刚讲到说 五十毫克是两万七千多台币 八百欧啊 各位五十毫克不是五十毫克 一公克很轻对不对 那是一千毫克 五十毫克是多轻多轻 你想想看 第一 这不是在这里吃的 这是放在池料里面 你三多少池料 吓死人啦 有人干这种事吗 所以这更不要说 过去台湾根本从来没有减出过 台糖也是品质非常良好的 我们本土的猪笼 不会去用什么瘦肉机 因为这都禁用的 你被查到 你根本就得不偿失 灌瓶在面前点头嘛 就是这样子嘛 找不到 真的找不到嘛 那所以就是说 不管说你说用成本的因素考量 或说以过去的记录 乃至于你实验室里头 你这么大的数据差距 常常都不一样 那表示说你这里面 可能有很严重的问题 那难道不能缓个一两天 那你看现在SGS验出来没有 对不对 包括这个食药署没有 那请问一下台中市政府 你到现在嘴巴硬吗 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对查清楚 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到底是哪一方面有过失 如果真的有人偷用 那当然查源头 如果是台中市政府有过失 杨朱协会出来讲 你说道歉以外 你要不要赔偿 所以我们 我请问你 我们看到了 卢秀燕在讲 人民健康重要 还是场上立中 用这个来勒索 情绪勒索的时候 我就想到 卢秀燕可能还在戒严时代的思想 以前戒严时代 随便把你抓去 关起来甚至枪壁 你知道吗 以前的警备总部 蒋介石的时代 你知道他怎么讲吗 国家安全重要 还是个人的利益重要 国家都要没了 个人算什么 不要问国家为你做什么 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 他用这个来勒索你 所以秀燕在把你抓去 以前白色恐怖 就常常很多人 就这样被抓去关 关了就说国家重要 还是个人重要 人民健康重要 还是场上利益重要 你看就是这一种的逻辑 所以卢秀燕 我怀疑他是活在戒严时代的思考 是这样子 当然不是活在戒严时期 因为这个事情这样公布下去 卢妈妈赚到了 卢妈妈再一次奠定了自己是妈妈的形象 帮所有人民守护食安 可是消费的是什么 消费的就是现在所有猪农的商誉 很多的猪农 今天猪农养猪协会为什么出来抗议 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只伤害到台糖 第一时间的新闻出来是什么 是写说台湾本土猪验出来季 所以所有的养猪协会都因为这个新闻 这一阵子在市场里面 猪肉的生意有没有受到影响 有嘛 所以大家会跳起来 所以食安重要 还是厂商利益重要 我告诉你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是通通都重要 所以当你有一块猪肉分了二十四次去验 二十二次去验 有六次验出来有数值 有十六次验出来没有问题 你就公布那六次 你负责任吗 而且这六次公布出来的数据 从0.001到0.18差了18倍 刚刚大家都讲过 为什么我要再讲 因为很重要 因为你卢秀协就是有选择的 你为什么不公布二十二次没问题了 你为什么要公布这六次有问题的 因为你就在这件事情上面 要赚取你自己的政治利益 你要在这个时间 因为知道春节之前 大家都要吃猪肉 消费中央这个肉品的安全 只为了赚取你自己的政治红利 可是我要讲 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因为你导致人民的恐慌 大家不敢去吃猪肉 这到底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 这些养猪农 因为你这样子的消费 本来已经吞多少肉 要抬 现在都买不出去 人家派一年 这是你颅秀业要的 我觉得一个政府不能这么不负责任 食安很重要 但造成人民恐慌更是遏之 卢秀燕明天检验出来就知道了 这中间过程包括刚刚讲的 包含王必胜这个 讲的都都讲得非常清楚 有可能是实验室的污染 也有可能是在屠宰过程 所造成的污染 但你没有讲清楚 你就把六次检验有问题的数值 公布出来恐吓大家 说你是认真的市长 我觉得这全民无法买单 所以委员 养猪协会 抓狂 养猪协会说要串联猪龙求偿 其中以云林为大中 其实云林养猪真的很多 还有嘉义 还有屏东 这个都是相当大的养猪大县 那他们现在要串联猪龙求偿 中华民国养猪协会理事长林秋贵 所以质疑说可能是检验过程 某个环节出了问题 要求台中市政府食安处审慎处理 结果他要求他们处理 结果台中市政府食安处 打着食安第一的大棋 在特定媒体的配合大事报导下 搞得消费者人性惶惶 大家就文猪肉而色变 这实在有点奇怪 干嘛这样子呢 二十二次的检验 六次有问题 十六次你不公布 这六次差了十八倍 你也敢这样公布 而且其中零点零零零二是接近 这个我们所谓的 那个叫什么纸 极限纸 已经接近那个极限纸就是没有了 还可以这样公布 所以啊现在 而且最主要是这个药盘买不到 没地方买 全世界药厂都没有在 没有在生产 所以大家在问说 他只有实验室生产出来 在做标准品检验用的而已 这是什么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by bwd6